12點 我們超過12點,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便當已經準備了,感謝 主席,我也是在台南出席 應該給我加時間才對 我台南出席 主席,大家好 不過談到美濃水庫 到現在美濃水庫也沒有蓋 可見馬英九總統也認為阿扁總統的決策是對的 不然的話,以他在國會的力量 要蓋什麼水庫都蓋得起來了 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我們請那個部長 好,司部長有請 天文,你好 好,部長 昨天路透社有一個最新的報導 關於這個日本的福島核災的後續處理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就是日本政府公布 他們必須清理這些受污染的土壤 而且這個清理只是要降低輻射量 不是徹底根絕輻射量 它的那個土方有多少 還有面積有多大 不知道部長有沒有看到這個報導 有沒有注意到 抱歉,我沒有注意到,對不起 這個對我們台灣非常的重要 這個面積比現在的東京市還要大 2400平方公里 它的土方是2900萬立方公尺 我想李復興委員長租日本 這個問題呢 他們現在 編了這個追加預算 4500億日圓 超過我們台灣 這1500億日圓 然後呢 現在 問題是 用錢沒有辦法解決 你這個去污的這些土壤 清理的這些土壤 要放在哪裡 他們現在從東京千葉 列了八個都市 所有的都市都反對 這些污染的土壤不要送到我這邊來 都不願意 我今天跟部長講這個事情 是要這個 要了解我們部長 對我們的核能電廠的成本 在福島核災之後 你有重新估計過嗎 東京電力公司在4月的時候 他準備了2兆日圓 大概我們7000億台幣 所有的學者專家都說不夠 日本政府內部的保守估計 要大概7兆台幣 但是外國的專家呢 瑞士的原能會 原子安全委員會的前委員長呢 他說大概要台幣128兆日幣 最保守最保守 美林日本證券 規估計也要台幣16.8兆的台幣 所以我現在 要請教一件事情 我們台電現在還估計 我們的核電的成本只有0.66元嗎 我們台電的核電的成本的估計 一度電目前多少費用 那核後端處理成本算多少 是不是請台電的董事長 總經理報告一下 部長我只是要請教你 你有沒有要求台電在福島核災之後 把核電的成本重新算過 因為呢我這邊有一個 跟委員報告 委員知道目前有一個核子損害賠償法 正在立法院在審議 審議過程裡面 台電公司也對這一些的數目呢 有一些在估計 這是我所瞭解的情況 我們核子事故損害賠償法呢 我們民進黨的委員送來了版本 希望把這個上限4紫2億拿掉 但是沒有過啊 我們的版本在程序委員沒有過啊 所以我們的台電還是繼續維持 如果發生核子事故 我們的保險是只有這個42億嘛 42億要提高到150億 還是一樣你是有個上限嘛 你台幣150億連填牙縫都不夠 東電公司一開始準備了7000億台幣耶 結果那個日本政府內部保守估計要7兆台幣耶 你保105億 你夠什麼 你只夠你陪你自己台電啦 所以今天部長喔 我是建議你 我要求你 你現在是經濟部 你同時管的能源 那個能源局也同時管的台電 要求他們重新估算 我們台灣如果發生福島式核災 我們的救災重建成本大概要多少 我們的整個燃料棒的後續處理 大概高放射性核廢料處理大概要多少錢 這些要重新來估算 我跟我們報告一下委員的關心我了解 我們一定會跟火同剛才提到的年源局還有台電公司 當然更重要還有營資能委員會一起呢 針對這問題呢在做比較深度的討論 我們會做這個事情謝謝 因為事實上呢 麻省理工學院呢 有做過一個資料 他們資料來源來自世界核能協會 他們發現呢 韓國算是核電最便宜了 報到世界核能協會最便宜的 美都電是4.2到4.8美分喔 相當於我們新台幣是1.2到1.4塊錢喔 那如果是那個瑞士呢 他就大概要9分到這個1塊多美金 那就要更貴 我們台電的核電憑什麼只有0.66元 所以事實上只有兩種可能 一種就是說我們的成本估計做假帳 要不就是偷工減料 你該做的安全 該做的都沒有好好的去做 所以才有可能比世界上其他的國家還要低調 不是這樣我委員報告一下 他是因為有些廠很早就蓋了 折舊已經折舊的攤鐵了差不多 就這樣算出來的結果 我們的廠都是 我們台灣沒有自己蓋核電廠的能力 我們的廠都是從學別人的 別人蓋了以後我們才有能力蓋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都還比別人便宜 這不是恐怖的事情嗎 對嗎 你拼的時候你就是出事嘛 沒有啦 我委員報告我們台灣的很多工業 沒問題 我要說不用太多 你這個能源管理法通過之後 我們的能源發展策略 我們的那個能源發展的那個政策的綱領 你在福島核災之前 二月二十五號送到環保 環保署開了公聽會 你們還是要準備研議啊 如果不研議就是要用燃煤 整個能源發展鋼領 不是要發展核電 就是要發展火電 今天福島核災之後呢 你們趕快把那個能源政策鋼領 能源發展鋼領 抽回去 到那裡也要不要送進來啊 所以關於史公 這是一個檢討的時候 當然 所以為什麼說我們很慎重 才要把它撤回 撤回希望能夠從全面性來看 從包括節能減碳 包括再生能源 整體來看 我們到底怎麼來 面對個新的格局 這是我目前在做的工作 好很好 所以這裡面應該包括 我們重新估算我們核電廠的成本 因為呢我這邊有一個哈 英國那個Dorney核電廠 它是一個示範性的核電廠 它除役之後呢 我們發現它除役的成本 是新建成本的百分之七百五十 它核廢要處理到它的土地 可以恢復到可以耕種 叫Brownfield 要新建成本的百分之七千兩百五十 這個是我透過外交部 請外交部駐英國辦事處 正式向英國政府拿到的資料 所以我們的核後端基金 所刻的那些基金 根本不夠處理我們未來的費場 跟廚藝 所以你我行文給你啊 那個部長 我在去年九月行文給你說 能源發展綱領的進度 本來照這個進度 你今年的七月要公告 能源發展綱領 即相關能源管理法的執法 你現在把它抽回去了 而且你送出來的這個能源發展綱領 只有十年 我常說沒有百年大計 也要五十年大計 沒有五十年大計 你也要二十年大計 好你現在把它抽回去了 拿回去重寫 我先請教你 你新要這個重新送出來的能源發展綱領 的確陳如委員所談的 幾年計畫 目前我們不會限制在十年的範圍 我們準備把時間拉長 三十年 來考慮更長的時間 我沒辦法給委員一個詳細的準確的數目 那時間會拉長 那我問另外一個問題 部長 你認為中華民國的國座可以有多久 至少 我們希望再來一個百年盛世 很好啊 所以我剛剛已經跟你講了 你的能源發展綱領 沒有百年大計 你也有五十年大計啊 對不對 馬總統 百年盛世是國家 但是任何科技有它的進展 這個進展會隨著時間演變的 我們要估計務實的評估說 我們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技術 外國怎麼做 德國呢 我今年一月去德國訪問 德國的官員跟我報告 德國去年通過一個二零五零能源規劃案 這個是一個法案 到二零五零年 他們的再生能源 要佔百分之八十 幾乎變成是機載 那所以呢 我現在也不要求你到二零五零 你跟我講一下 你到底你送出來的 能源發展鋼瓶你會到幾年 我剛才報告過 我們不會限制十年 時間會更長 但是長到多少時間 我們要好好去考慮到 國內的情況 以及國際科技的演變 好部長 會做個處理 福島核災之後 你們把能源發展鋼瓶 從環保署再拿回去改 你現在連幾年 你都不知道 我剛才說 我們會去好好評估一下 各種可能的情況 這情況包括技術的演變 包括整個的技術演變 產生了這些電力配比的可能的變化 我們都在做相關的估計之中 部長技術會演變 再生能源的成本會越來越低 這個了解 台灣的能源的條件呢 會改變 我們99.7%的能源靠進口 我們一滴油也不生產 但是呢 我們台灣自己生產太陽能 我們自己有風 我們自己有太陽 所以呢 這個條件不會改變 是不是像德國一樣 至少我們也來定一個2050的能源規劃 跟我們報告一下 陳德文講的 我們有風 有太陽能 我們有地熱 我們有潮流發電 我們都有 但是每一個發電的 它的一個結構 它的成本 它的穩定性都不一樣 這要受綜合性的考慮 看在什麼階段 可以大量的導入 但基本方向 再生能源要勤力推動 這共識 我們已經形成了 而目標呢 會比再生能源條例 裡面所要求的目標呢 會更積極 部長 因為我長期觀察你們的施政 你們的施政就是 只想依賴核電 打壓綠能 你去年 綠能政策大轉彎 你投書 蘋果日報 說 如果沒有政策大轉彎 我們的太陽能 可能衝到1800MW 我非常非常的驚訝 因為在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已經規定了 我們650到1000MW 頂多 怎麼可能去年 可以衝到1800MW 而且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還規定 500MW 就要停下來檢討 部長 所以對我而言 你是有說謊的前科 我目前 不但是 每兩年 根據條例 會檢討一次 你應該先回答我 你在蘋果日報答覆陳文切 你還說謊啊 那是個假設說 假設我們都不設限 會一直下去的 因為那時候價格太高 我們的法律可以讓你假設嗎 我們立法院三讀錯 破碼19公告 頂多就一千萬MW 我們今天的報告也講過了 你還該講說 去年民意政策大轉彎 會跑到一 會衝到1800MW 我想委員應該把 我要等到委員會去質詢了啦 真的我要說齁 我要好聲好氣質詢你 請告你 我也好聲好氣在回答你的問題啊 但是最後呢 你竟然還是繼續說謊 你沒有 我沒有說謊 你剛剛的那個 我沒有說謊 我們的法律規定的數字 你還敢亂不說 我剛剛已經報告過了 會怎麼做 我們報告也有提到 好 謝謝 謝謝